在这座的泰顺農协经过四个月出港大祖 已经在这座完工研修 为处未来辅助管理维获的一支舞成功 台北基盘老在现代的通缺电影 这次出生的关注临门前 以及立委科学华都全港出市政策 欢喜三国台湾民族不用出国 就当在这座参观体验试 所谓世界文化预赛的泰顺農协 在这座参观体验试与世界文化预赛的泰顺農协 参考围在这座参观体验试与世界文化预赛的泰顺農协 欢迎全国民众 可以拥有来到这座参观体验 请先参观体验 最受于世界文化预赛的泰顺農协 那么这个廊桥整个三年的兴建 也是把我们浙江六百多年的历史文化 就传授到 移到往南投县来集集镇 我相信这个廊桥将来可以带动 我们两岸文化交流成功的一个典范 好多的贵宾都来参与 那么我相信这个廊桥 也能带动我们集集镇的观光 所以我们希望呢 不仅仅是透过农业上的交流 还有观光 我们希望在文化上面也能够继续的深化 所以我就有这个机缘呢 透过现场这边大家共同来努力 把这座世界级的没有任何一座钉子 所打造的这个世界级的工艺作品呢 能够把它移私到南投来 让更多的乡亲呢 没有机会到大陆去一包眼福的 透过在南投县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的展现 也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么好的一个作品 美类古典的泰顺農桥 能够使世界级的建筑国报 也就是这县性对着南投馆的友情典型 让电风委员公司 以及武昌共都非常欢喜和丁销一份内容 浙江泰顺農桥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特别保护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这条球完成了 我相信会带动我们南投馆的一个馆公的新地标 我必须说泰顺農桥本身 真的是一个蛮漂亮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虽然说整个景区是由武昌空自己来做一个主导 但是身为地方政府也会责无旁贷的尽力 来辅导武昌空把整个景区的动线 以及整体的景观做一个更完善的规划 泰顺農桥正式交接 武昌共以及泰顺農桥协会 好想郭沿佑代表農桥的进士技巧 现在安排跟看市会部这文化为善的 白小梁和郭塞斗表演 进行大队面中参加 对着欢喜看表演 严格希望在第一时间就会再来体验 这位第一线和文化继续持着的泰顺農桥 记得先参加